您各位早班,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是书接上文,继续聊着青出谜案 诸三太子案 打今儿开始啊,咱们就开始逐个的讲这诸三太子案了 您放心啊,讲不全 因为在这些故事当中啊,有的呀,它索然无味 设计人员众多不说呀,还没有什么精彩的地儿 还有一些故事啊,听着就是假的,就没意思了 那您想啊,都到雍正七百年了,还闹诸三太子 这诸三太子要是活着,得多的岁数了 掐指算来呀,要真是诸三太子的话呀 那简直就是一百二三十岁的老皮球了 要是真的,那简直就是见了鬼了不是 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书啊,叫北都太子案 在众多的诸三太子案当中啊,这件事啊 算是比较早的,前文书啊,咱们不是交代过了吗 诸三太子这个命题呀,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因为在实际的帝王时代呀,他哪有三太子这个名词 太子嘛,只有一个,不分一二三四 那么说了这崇祯皇帝呀,到底策利没策利过太子呢 当然策利过了,他有那么多儿子 最后还胜了仨呢,他能没策利太子吗 他的太子是谁呀 他的太子啊,就是他的皇长子朱慈朗 要说这朱慈朗啊,他还真不是这崇祯皇帝朱有俭的第一个儿子 原来有过一个,可是啊 刚生起来不久就不幸早妖了 所以呢,这朱慈朗才成了皇长子 要说这朱慈朗太子爷的名分 那简直就是应当责分,根红苗正 首先呢,他是皇长子 其次呢,他还是嫡子 他的生母啊,就是孝杰烈皇后,周皇后 崇祯皇帝和这位正宫国母皇娘周皇后的感情非常好 原因只有一个呀 这周皇后是个非常贤良淑德的皇后 虽然执掌六宫母一天下 但是非常明事理 要不是这崇祯朝,到了十七年的头上 大明朝就亡了国 在明史后妃传当中啊 肯定能落下个五七百言的赞扬之词 崇祯二年的二月初四 那年啊,功力计算应该是1629年 就在紫禁城的昆宁宫当中 这小皇子朱慈朗是姑姑坠地 您想啊,二月初四 这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没过去呢 这周皇后啊,又给这皇儿老爷子 生了一位皇子 所以说呀,这紫禁城之内 是继续张灯结彩 这皇儿也高兴啊 于是啊,颁照天下 自和上帝居心,宗崩垂有 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 系皇后周世出 中尉开种敌之县 万国窃元良之助 转过年来啊,就是崇祯三年 这崇祯皇帝一看啊 自己这个皇子立住了 身体挺健康 那简直就是茁壮成长啊 早班麻烈的 就在二月初十的时候 策立朱慈郎为皇太子 一日长,两日短 这太子爷呀,可就长起来了 十岁那年 那年是崇祯十一年 也就是1638年 这太子爷呀,就在宫里 行了官礼 什么叫官礼啊 也就是说从这天起啊 这太子爷呀,不能在脑袋两边 一边再输一抓紧了 也不能啊,留两个小辫子 或垂在头侧,或垂在头后 得把这头发破了开 输一个大的发际顶在头顶上 然后啊,用一个金关 把这个发际罩住 再用簪子别住 这就叫做树关礼 民间的老百姓啊 他买不起关 他也不允许戴 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发际竖起来呀 或扎上头巾 或戴上帽子 当然了,也可以呀 什么都不戴 把这个头发竖起来呀 就算是里程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证明您这小伙子呀 成人了 这古人啊,只有这个幼年和成年 不像现在幼年少年青年分的这么仔细 这太子初歌讲学的时候啊 这大臣们对太子啊 他就有个形容 为人白皙而美 善应对 其足干骨皆双 尚甚爱 举止端宁 阴意量 但美中不足 身材矮小 那么这句话的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呀 这太子爷呀 他长得挺白 并且呀 他善于应对 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呀 他总是能够很好 很完美的解答 后边这句话呢 看着意思应该是夸太子的 不过现代人可能不太理解 他说这太子爷呀 小腿挺粗 还是一双啊 大脚步鞋 那不管您呢 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好话 反正这皇上他挺喜欢的 并且呢 他举止啊 非常的端庄 可是呢 他不耽误他呀 声音洪亮 唯一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这个身材呀 比较矮小 其实这是废话呀 刚十岁的孩子 身材矮小 不算毛病 男孩嘛 本身发育就晚 要是评价人的身高啊 十岁的男孩 看不出神马来 得 这太子的基本情况啊 我就给您介绍到这了 咱们再说说这北都太子案 发生时候的事 咱们扑建了半天 太子爷朱次郎 我想这会儿啊 您就应该想到了 这北都太子案的主人公啊 他就是这位太子爷 话说崇祯17年的冬天 那一年就是1644年 当然了 这个时候在北京啊 应该说是顺治元年了 因为啊 这李自成早就啊 卷着扑克卷 滚出了北京城 这会儿的北京啊 已然落到了满洲人的手里 在大冬天11月份的夜里 顺天府 执勤的八旗兵兵 在街上抓住了一名 饭夜的汉人少年 这明星两朝 北京城的内城啊 都是属于是入夜宵尽 天一黑 不允许在街上随便瞎溜达 于是呢 就把这位年轻的公子爷呀 拘到了顺天府的大堂 到了堂上的老姨问 说你是什么人呢 公子不卑不亢 说我呀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是大明朝的太子 我叫朱慈郎 顺天府的老爷 一听这话呀 说好办了 您呢 不归我管 既然您自称是太子爷 那我呀 只能把您送到该去的地儿 于是三折两转的 就把这位自称是太子的人 送到了摄政瑞亲王 多尔滚的府上 到了多尔滚的府上啊 这自称太子的人 就把自己这一番的经历 讲给了瑞亲王 崇祯十七年三月 北京城破 贼人李自成杀进北京 大明司宗皇帝 眉山自义 这崇祯皇帝投出宫 到眉山自杀之前 在宫里 先让太监呀 把自己的三个儿子 叫到了身边 朱四郎一看啊 自个的父皇浑身是血 头发蓬乱 书中代言 这崇祯皇帝呀 刚刚赐死了自己的小女儿 招人公主 砍断了大女儿 太平公主的一只绑臂 所以这会儿的崇祯皇帝呀 才弄的是浑身是血 这一进门啊 这朱四郎 就看见自己父亲 龙椅的旁边 放着几件 民间老百姓穿的衣服 这皇上摆手 让自己的大儿子过来 示意旁边的太监 把另外两件衣服 给定王朱四炯 勇王朱四赵换上 皇帝呢 他亲自拿起了一套 给太子换衣服 并且嘴里还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穿身上的蟒袍玉带吗 赶紧呢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出宫去吧 朱四郎这会儿呢 他再是长子 他也是个孩子 只有我这默默的流泪 任凭父亲呢 给自己换上老百姓的粗布衣服 这崇祯皇帝 看了看自己的儿子说 如今日为太子 明日为平民 在乱世之中 逆行迹藏性命 见年老者 呼之为翁 见年少者 呼之为伯 书 万一得全报父母仇 无望今日 五知戒业 皇帝这几句话 说的很动容啊 说的也很绝望 他说呀 你呀 今天是太子 明天到了世人当中 你可就是平民了 在乱世中啊 你要藏好自己的行迹 不要告诉别人 你的真名实姓 见着年老的人啊 你就叫爷爷 见着年少的人啊 要不然就叫大爷 要不然就叫书 总之啊 这嘴得甜一点 哪天啊 无论是谁 把你父母的仇报了 这个时候 你还得记住我这些话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你的真实身份啊 这太子和两位王爷 点头称事 跪在地下 给自己的父亲 磕了头之后 这父子三人 撒泪相别 之后的事啊 那就说法不一了 有人说呀 这崇祯皇帝 把这三个儿子 托付给了三个太监 这三位太监都是谁呀 王之心 立宗周和王之郡 让三个内奸 把皇子们送到 成国公 朱纯臣家 也有人说呀 是送到太子姥姥家 周葵他们家 作为我而言呀 我还是相信呀 是后者的 也就是说呀 把这三个孩子 送到了姥姥家 周葵他们家 后来很不幸啊 这三位皇子 都被周葵 出卖给了闯贼 还算不错 这李自成啊 没有难为这仨孩子 还给这太子啊 封了一个宋王的爵位 就在当年的四月份 这李闯啊 决定东征山海关 去征讨 时时不肯来降的乌三贵 在这二十万大军当中啊 这李闯就带上了 太子 朱祠郎他们哥仨 为什么要带上他们呀 这李闯啊 他是想着 万一这乌三贵 念计君臣旧情 就投降了呢 李闯率领着二十万大顺军 在山海关的城底下 还正跟着八七军 和乌三贵的联军 建了仗了 可是没打过人家 只好啊 灰溜溜的跑到了北京城 称帝当皇上去了 乌三贵的爸爸吴湘 被一刀砍掉了脑袋 高干势众 在乱军当中 这三个皇子可就失散了 您别以为这太子爷 这样一来就算脱离了湖口 实际上是刚离湖口 又入狼窝呀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摄政王督尔滚 和一群狼心狗肺的明朝遗臣 才要设计谋害 太子